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2日 朗斯期待克迪制胜 周日晚上 法甲赛场风云再起 其中克莱蒙特将主赢朗斯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朗斯目前处于争夺欧贯联资格的关键时期 全队斗志明显高于接近无欲无球的克莱蒙特 朗斯此行三分手到擒来 克莱蒙特上季作卫生班马 在法甲惊险宝祖 经济他们更进一步 在还有超过十轮未踢的情况下 他们排名中游 积分也接近上季宝祖的分数 几乎提前宣告宝祖成功 不过对于克莱蒙特而言 积分榜前面的球队都不是好惹的 如今克莱蒙特即使安于现状 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克莱蒙特经济主场战季并不乐观 尤其是最近四场联赛主场均无缘胜计 期间只取得一个入球 攻击力极未匮乏 克莱蒙特过往三次各向赛世面对朗斯全败 劣势相当明显 金扑再次较量 克莱蒙特主场依然无法复仇 阵容方面 后卫阿列度失度伤缺 与基本完成赛季任务的克莱蒙特不同 经济发挥超出预期的朗斯 朗斯如今已经济身前四行列 与第二位的马赛也仅相差四分 他们自然希望冲一冲欧贯联的资格 作为目前法甲击分榜前六中攻击力最低的球队 朗斯军场入球只有1.54个 而他们最赖以生存的就是坚固的后防 他们目前军场失球是法甲球队中最低的 有了一定的防守保证 球队取分就不在话下 虽然朗斯投号得分手路易斯奥宾达经济联赛入球 未达到双位数 但这位比利时前锋经济曾上演过戴帽好戏 脚风顺时将是对手的巨大威胁 此翻面对战役麻麻的克莱蒙特 朗斯凯旋不成问题 阵容方面 后卫法昆渡卖电拿音商卷琴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